对于大侠来说,兵器是放在腰间好,还是放在背后好? 在古装影视中,我们常看到一些武艺高强的大侠, 背着一把暴刀,剪行走江湖,但是也有人是挂在腰间, 那么,古代配件究竟是怎样的呢? 关于这个问题,笔者觉得必然是挂在腰间, 实际上真正的古画也好,雕塑也好, 无论中外,刀剑类基本都是悬挂的腰间的, 没有背在背上的,随便买个几十块的太极剑, 自己拔一下都能知道,背在背上是很难拔出来的, 刀剑只要稍长一些,就能发现自己胳膊不够长了。 具体说明一下的汉唐十七唐刀汉剑的佩戴方法, 在这里首先要纠正一点,唐刀这个词本身就是意造出来的, 唐六点卷一六五库令成诗掌条记载, 刀之之有四,一约一刀,二约杖刀,三约横刀,四约末刀, 也就是说唐代的部队佩戴的刀有四种, 分别是,一刀、杖刀、横刀、末刀。 唐代军队制式刀有四种,但是由于唐代不允许兵器陪葬, 出土量太少,导致这四种刀具体制式到底什么样, 除了一刀没有争计外,其他三种现在都没有定论。 但是,这并不妨碍我们得知唐代普通的短柄刀如何佩戴, 因为有大量的唐代壁画存世,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人时如何佩戴短柄刀的。 首先是唐长乐公主慕涌到壁画中的武士, 唐长乐公主慕涌到壁画,唐长乐公主慕涌到壁画。 然后是唐昭陵雷会飞幕壁画,唐昭陵雷会飞幕壁画,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,都是佩戴的腰间, 而且可以发现跟市面上所谓的唐刀不同的是, 这些绘画中的唐刀均是还手刀, 李白也有手从军行这么写的, 笛奏梅花曲,刀开明月环,唐高使, 入昌松中介山行,王成英未尽, 且莫顾刀还。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,我们还可以看看实物。 1991年,豆角木出土堂还手刀, 杭州刀建博物馆唐代金银大刀。 而从这张杭州刀建博物馆唐代金银大刀的装具来看, 唐代刀严用的是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使用的双二吊挂法, 这种佩戴方法是刀鞘上两个穿绳的耳, 用来拴绳挂在腰带上。 这种佩戴方法最早是公元前五世纪萨珊波斯就已经使用了, 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, 然后一直沿用到现在。 在上一张清代绘画中, 双二吊挂法佩戴的刀,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是如何佩戴的。 然后我们再看汉剑, 汉代配剑方式叫做卫射佩戴法, 这是中国古代战国到两汉时期都在使用的方法, 装卫,也就是剑笔, 即捎背了剑扣的剑, 直接将带穿过胃的方孔束系起来就好。 具体的佩戴方式, 我们还是看文物, 最后西汉礼记记载, 剑身长五齐经长, 虫九略, 未知省至, 上是福之身长, 四齐经长, 重七略, 未知中至, 中是福之身长, 三齐经长, 重五略, 未知下至, 下是福之。 所以在汉代, 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侠客, 都配件满些六达不同的是, 只有士族才有资格配件, 而平民其实根本没有资格配件, 请勿把武侠小说当真。 住, 本文为来源与网络, 本账号系网易新闻啊, 网易号各有态度, 签约账号。